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这个橡胶是有寿命的 所以轮胎呢 就是不光要看里程和磨损 是要看寿命 所以你这个寿命到的时候 它的性能对你下来了 所以还是该换要换 这个钱是不能省的 轮胎跟安全关系太紧密了 所以这个事儿 这个我们是推荐要把它更换掉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于杜千里 王老师你好 一直观众您节目一气不辣 今天发现后轮胎壁有点裂纹和商量 换四条 车子是17年的明锐1.6 跑了6万公里 原厂205-56 邓洛普的EC300 想等到双11只能便宜点 看了您今年的轮胎测试里头 比其林的Permacy 4不错 然后不知道马牌的MC6怎么样 PC怎么样 我平时城市路况比较多 然后开车比较猛 比较多的是四千转 马来牙子也上的也比较猛 然后有什么好推荐吗 第一个就是我们推荐轮胎 一般是推荐性能 不推荐性价比 你比如说它很多时候性能好轮胎 同时它的滚动阻力也好 滚动阻力好 就意味着你的油耗低 差了不少了 所以你买好的性能轮胎的话 能省油 所以你多花点钱 其实是能在日常中省回来的 因为这点我给大家提个醒 看我们的轮胎测试性能的时候 一定要把我们所有的性能 各方面都看了 尤其是我们评价看完了 这样会对大家有帮助的 我们说说我们提的是哪几款轮胎 米其林的Permacy 4 这是一个输入曲线的轮胎 去年我们测试中测过 这轮胎的性能不错 它跟自己的米其林的PS4比起来 它性能跟它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轮胎是性能很强的 这个是推荐的 然后另外一个马孩的MC6 是运动导向的轮胎 这个性能上比那个Permacy 我们测起来是要稍微差一点 但是它的价钱低一点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贝奈利的轮胎 P7 Sintolato 贝奈利如果跟它们等同的轮胎 应该是P0 但P0没有16寸的 P0都是更大规格的 它没有16寸的轮胎 所以如果选P7 P7跟它们不一样 它不是以这个性能为主导的 它是一个舒适环保型的轮胎 所以这个轮胎并不运动 如果说你老四千转 小很猛烈的开的话 可能前两个Permacy4和这个MC6 其实是首选 另外你说你说上马路牙这事 我们坚决不推荐 上马路牙还是一定要小心 这个轮胎 它即使特别加强了 但它也是一个轮胎 就是跟马路牙子那种 你可以把理解为钢体干起来的话 这个小神码还是够呛了 所以你就要真是很快的 去撞马路牙子的话 这轮胎的损伤是比较大的 如果真撞坏的话 大概率是要自己掏腰包的 所以一定伤马路牙子要小心 这个问题回答完了 下一个问题是来自于陈健 老师我的254517的防暴胎 要换成普通轮胎 能换其他扁平笔吗 想提高舒适度 有没有其他的推荐 首先我们一般不叫防暴胎 我们专业一般可能叫做 RUNFLA的缺地保养轮胎 因为没有轮胎是可以防暴的 这个不存在 这是咱们一个民间俗称 就把缺地保养轮胎 换成普通轮胎是可以换的 但是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你换来之后 因为现在的车装这种 RUNFLA轮胎都不会有备胎 它不给你安排这备胎的地方 所以你要考虑 如果你换成普通轮胎的话 这车一旦扎胎的话 你怎么办 有没有什么处理办法 或者是你是不是可以在什么地上 给你带一条备胎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可以换成扁平比 这肯定是可以换其他扁平比的 如果你想让舒适性更好的话 应该把扁平比放得更大一点 扁平比更大一点 这样的轮胎的舒适性会更好 但是你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你换扁平比之后 这个车的里程表会不准 里程表是根据原配轮胎标定的 你轮胎的扁平比变了 整个轮胎的外径尺寸会变 所以整个里程表会变不准 所以要重新调这个事要知道 有没有加办法 就是我如果不换扁平比 就是换原规格的这个轮胎的话 把舒适性改变 这个很简单 就是换其他品牌的倾向性的轮胎 因为我们知道轮胎的花纹 品牌以及它的配方 都会有决定这个轮胎产品的倾向 比如它是一个性能型的轮胎 还是它是一个静音舒适性轮胎 这些都是有区别的 所以你就把这个轮胎换个品牌 换个花纹 然后换成静音舒适性轮胎 这就会有变化了 最后一个就是 如果你这个换成普通轮胎的话 又没有地方装备胎 那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你选择那种有自封的这种普通轮胎 现在有一种技术 就是这个轮胎带自封 里面各种胶 扎了钉之后 它可以把这个洞暂时堵起来 然后呢 这个就会让你日常拾起来 就不会出现一扎胎就奔尿 那这样的痛苦 但是它本身又比这个普通的 区别网轮胎呢 它更舒适一点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考虑这样的轮胎 下一个问题来自于原来是你 王老师家用SUV舒适静音实惠的轮胎 要拿几种帮忙推荐一下 那我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就是我们这几年测试来看呢 那个轮胎的舒适性其实是很难评价的 因为它本身是车的一个系统 震动是一个系统 所以一般评价舒适性呢 都跟那个轮胎的噪声 胎噪是直接相关的 那我们这几年测下来的结果呢 就这样 18年测试结果 就是固特E的那个育成2 SUV那个轮胎呢 是静音性比较好 还有一就是马牌UC6的 这个SUV轮胎的这个性能比较好的 在舒适性方面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 米其林的Pammercy SUV轮胎也不错 如果就觉得这些轮胎都 单价比较贵的话呢 这个自主品牌里头 有一款轮胎也还可以 就陆航的LS588的SUV 它轮胎比较便宜 但是性能 就是舒适性 静音性能也是比较好的 这些轮胎我们比较推荐的 SUV轮胎呢 一般会对这个载重是有加强的 但如果你车本身不大 就是一个小型中型SUV的话 其实也可以用轿轮胎 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我们 轿轮胎的测试结果 轿轮胎也可以使在SUV上面 那我们给一个链接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往年的轿轮胎的测试结果 这个问题是来自于墨尘 轮胎最多用多久 或者跑多少公里 这个问题啊 首先说这个轮胎的寿命 轮胎寿命是没有一个 就是官方法律规定的 因为轮胎不同的配方 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花纹 它的寿命都不太一样 那主要跟配方有关系 你加不加硅啊 里头加什么样的材料啊 它就跟那个轮胎寿命 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要说的轮胎是有寿命的 它不是说轮胎不过度磨损 然后你可以无限期使用下去 因为轮胎 橡胶如果寿命到的话 它会变脆 你会看到这个轮胎上面 有一些剥落了 就是看到上面有一针菌裂状 然后上面这个会有一些裂纹 一些橡胶块自己的剥落 然后它这个变脆性能会下降 所以轮胎是有寿命的 但没有准确说 这款轮胎的寿命是多少 然后另外一个里程 里程是有明确的 轮胎上面里程 那你可以参考 这上面的摩托标志 就在那个正面的牌子桃里头 有一个小块 你要摩托那个位置 上面就不行了 就必须要换掉了 所以呢 时常呢 要关注自己轮胎的摩托情况 台面台侧都看一下 然后呢 也要看看简单简单轮胎的 有没有一些军裂 或者是变脆的那些地方 如果变脆的话 也会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吧